如果有人選擇能夠做的事 我都一直繼續 差不多60年來 是持之以恆地去寫字 這是很代表香港人的精神 我本來是做水喉 做學徒做了幾年 自己又可以立出來 賺多個錢 做的時間 我又看到有些鐵板醫生 有些賣肉油 又寫向坑渠邊的V形斜坡位 這樣引發到一路一路寫 就現罪了 超過半個世紀 其實幫他開這個Instagram的初衷 就是因為近年來 看到很多他在街上的物寶 消失了 覺得很可惜 所以希望建立一個IG 可以有系統 去保留他的一些作品 以及記錄他一些作品的地點 我覺得可以令到更多人認識 渠王的文化 藝術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甘地很有興趣 他曾經給過電話 他還說你寫字 我都很有 都很堅重 很有興趣 他曾經問我 他說我跟你寫字 逢明一起寫字 看看你寫字 怎樣寫 觀察你寫字的手勢 以及選擇的位置 是否適當 我擔心了 我讀書人不多 有一種新似文 我沒有所謂的心態 我現在都在用一種傳統的電話 我現在有些事情要做 有時候我老婆也有看 你老婆見到那個應該是… 剛才見到那個 有人才用我的詞 我覺得挺開心的 時裝其實跟生活都是息息相關 如果可以把渠王的一些藝術設計 或者他這份堅毅的精神 擺放到T上面 或者是一些服飾系列裡面 或者用一些新的科技 手法 譬如是刺繡 可以再深一層地表現出來 我覺得是一件好玩的事 目標是希望可以將渠王一些經典的設計 再去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袁先生他除了通渠很厲害 做了這麼多年之外 其實他對於一些字體的設計 其實都很講究 所以譬如我們的Logo 有些位置需要一些技巧的東西 其實都要問回賢先生 拿回的意見 他亦都很樂於參與這個設計 什麼藝術代表我就不敢當 一個字七雷 我就喜歡四四正正平穩 人的看起來就一目了然 我以前讀書的時間 先生說我寫毛筆字都OK的 都挺漂亮的 自己寫下寫下就扮成這樣寫出來 就不是什麼司法家 又沒有學過司法 寫了這麼久 都入了香港人的回憶 其他的藝術家 噴在牆上的我又不知道 因為由於我是中文 曾祖祥在鄉了 現在唯有在街頭文化 都是沒有很多 看了賢先生的一些報道 差不多六十年來 裡面是持之以恆地去寫字 這個是很代表香港人的精神 如果有人欣賞 而我身體沒什麼問題 我都一直繼續 能夠能夠做的事 我都一直繼續 遲一命 谢谢大家